当初基德霍金斯阿虎联合起来准备对付四皇红发香特斯之时 很多观众都担心红发香特斯很有可能会被极恶世代给干掉 但是现如今红发一刀秒杀基德基拉的剧情出现后 我们就会发现当初这些人的结盟是有多么的可笑 参考基德和基拉已经获得了升级套餐并且实力远比之前还要强大 但他俩依旧招架不住红发的神帝可以得出 如若当初没有升级过的他们结盟找到四皇红发香特斯的话 估计等待他们一伙人的结局依旧是被红发一招轻松团面 由此可见越晚登场的话表现方面就会变得越牛逼 虽然红发的实力以及逼格都被伟田老师彻彻底底给提上去了 但是与之相对的另外一位四皇却成为了版本更新的倒霉蛋 这位四皇就是在回到大决战中被基德罗击败的四皇大妈 故而今天就来胡扯攻算一番 算一算红发的一招神帝可以秒杀几个大妈 参考超新星与四皇的战斗是在漫画一千画拉开帷幕 之后等到漫画一千零四十画大妈才被基德和罗彻底击败可以看出 我们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从漫画一千画到漫画一千零四十画当中 摘选出关于大妈与基德罗战斗的全部镜头 考虑到本次的参考对象是基德 不然我们要做的第二件事情就是从这些镜头当中 摘选出两项能够作为参考的重要数据 一个数据是大妈在这场战斗中一共承受了多少伤害 另外一个数据则是基德在这场战斗中一共承受了大妈多少伤害 由于罗并不能够作为评估风发实力的参考对象 不然罗埃打的次数我们就不再详细计算了 最终经过筛选得出的结论就是大妈一共承受了十二次伤害 罗对大妈一共造成过七次伤害 屋顶弹中罗对大妈本人一共造成了两次伤害 分比是心脉修坑命中大妈腹部 利用指挥棒对着玄空的大妈进行了一次石块攻击 紧接着跑到楼下后罗又对大妈造成了五次伤害 分比是心脉修坑命中大妈脸部 觉醒技能K入木冲击波动命中大妈全身 之后使用麻醉技能后再次利用冲击波动命中大妈头部 仰卧起作后利用指挥棒指挥建筑物砸在大妈身上 仰卧起作后使用觉醒技能K入木传四波动贯传大妈全身 由于最后使用的儿入木寂静只是屏蔽了大妈的声音 故而这种不造成伤害的技能我们就不再计算进去 而后记得在与大妈的对战中一共对其造成了四次伤害 分比是瓷熙前命中大妈脸部 瓷熙冲撞命中大妈全身 瓷熙大魔灵命中大妈胸口 电磁炮命中大妈腹部 记得的某些招式因为没有造成伤害过而也没有计算进去 比如说他在屋顶战中利用磁力将大妈排斥到了空中 又或者是跑到楼下后给大妈赋予磁力后给对方增加了负担等等 最后终结大妈的招式是堪士郎的火前方 火前方仅仅挤用了一击 大妈就彻彻底底没有了动静 紧接着根据这些数据 我们就可粗略估算出大妈的血量损失情况 参考两年后炸弹获得了史诗级加强 且堪士郎的一颗爆炸范围情有5米的分身炸弹 就可将三三级别的阿修罗从此彻彻底底带死 外加上基德河罗打了大半仙 但大妈依旧在哈哈大笑可以得出 基德河罗对于大妈造成的伤害是远远不如堪士郎的火前方的 不然说火前方打掉了大妈一般的血量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 紧接着大妈剩余的50%血量基德河罗该如何评分呢 这一点可以根据两人招式的特点大致不算出来 太好大妈挨了基德的破铜烂体后啥是没有 但是被罗大刀穿入身体后立马张开血盆大口可以得出 罗对大妈造成的伤害是绝对大于基德的 罗对大妈一共造成了7次伤害 除了两次利用指挥棒将石头砸向大妈之外 罗西鱼跟5次攻击基本上都对大妈造成了真实伤害 而后基德虽然对大妈造成了4次伤害 但是根据他招式的威力和特点来看的话 他对大妈造成的伤害确实要比罗低很多 虽然基德的招式表面上听起来比较拉风 但这些招式基本上都是指挥破铜烂体砸在大妈身上 比如瓷器前就是利用手臂附加上破铜烂体砸向对方 瓷器冲撞就是指挥一堆破铜烂体压在对方身上 瓷器杠光流就是弄一个更大的破铜烂体对着对方狠狠砸去 基德唯一一招不是破铜烂体的招式是电磁炮 但是这招打在大妈身上后对方居然笑了起来 由此可见大妈剩余的50%血量 罗最起码是打掉了40% 基德能够打掉大妈10%的血量已经算是非常不错了 根据这个数据来看基德和红发的剧情的话 你会发现一个打掉大妈100%血量的人去挑战瓷黄红发香克斯 他为对方一刀秒杀其实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根据这个单向数据并不能够计算出红发真实的实力 为此我们必须得研究一下大妈对基德造成了多少伤害 屋顶站中大妈一共对基德造成了三次伤害 本比是旋斗砸脑袋两次 以及一招预阵雷将基德打飞到了楼下 紧接着跑到楼下后大妈又对基德造成了七次伤害 本比是大刀劈脑袋一次 这里有很多人都说他在动画中看到基德躲开了 但实则卖画中韦田老师并未给出基德躲开的画面 被大刀劈完后下一个画面基德和红就双双倒在了地上 不而这里有五根倾向于大妈的招式确确实实是命中了基德 之后还有威博命中基德病史机口吐心血开始回忆 紧接着等基德仰卧起座后 大妈又用组合绝境命中基德多次外加一群就将基德打飞 考虑到大妈有火焰雷电外加上拿后轮大刀三种攻击方式 故而这里画面当中的多次攻击缅为其难奋斗是三次 最后决战中大妈还用组合绝境模仿炮三千里命中基德一次 加起来的话基德一共被大妈命中了十次 那么基德被大妈命中十次后到底损失了多少血量呢 参考战神大妈后基德还想跑到楼上抢路飞人头 但却被逻辑失足之可以看出 基德的血量其实并没有被大妈损耗掉多少 保守估计基德当时剩余的血量应该大于50% 根据基德并未像是路飞那样躺了好多天可以得出 基德当时剩余的血量应该在80%左右 也就是说基德大概被大妈打掉了将近20%的血量 最终结合上这个数据结果就非常显而易见了 参考大妈的组合绝技拳斗 微博大刀披脑袋等各种招式 命动基德十次后却只能打掉基德20%的血量 如如他想彻彻底底让基德失去战斗能力的话 那么这些招式轮番替换最起码得完完全全命中基德50次才行 但是红发的一招神弊就可打掉基德全部的血量 由此可见红发的攻击力最起码是大妈的50倍之多 说一个红发等同于50个大妈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 既然计算了四皇大妈 那么我们必须也得好好算一下 红发的一招神弊究竟可以秒杀多少个多佛朗明哥 之前的视频中我已经计算出来了当时大妈的实力定位 那就是大妈的实力等同于490个多佛朗明哥 在跑线如今红发的实力是大妈的50倍之多 那么红发的一招神弊最起码是可以秒杀24500个多佛朗明哥的 由此可见红发的神弊伤害实在是太高了 这样高的伤害估计海贼王中也就警卫们可以坐到无伤旁下 另外很多观众想到凯多老师的一招雷鸣八卦只能秒杀700个多佛朗明哥后 大伙都感觉凯多老师也有可能会成为版本更新的倒霉蛋 但是根据凯多老师在屋顶战中并未使用狼牙棒命中基德 且他之后还有更强的招式以及更强的形态 比如说像三世营赖落袍雷八卦又或是火龙大剧等等 这些招式都要比雷鸣八卦要强很多 但是这些招式又或是其他更强的形态并未与基德见面 故而凯多老师多多少少还算是挽回了一点点面子 但是大妈就不一样了 他把自己压箱的全部招式都用在了基德身上 不然基德啥事没有只会让大妈变得更加难堪 由此可见版本更新后大妈成为就可以形式板上鼎鼎的事情 好了本期的胡扯内容就是这些 求求你给阿金我来个赞吧 谢谢你陌生人